好,各位同學好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這個 DNA的製作 我們利用 統一發票來製作一個 雙骨螺旋的DNA OK,那我們就開始做囉 首先呢,你要準備發票 那我們發票的時候呢 先把它 大概摺這個兩公分的距離 我們就這樣,連續這樣摺 這樣摺 先把它摺成一個很像是 這個巨子狀的感覺 1 就來回來回這樣子 這樣子 好,所以摺完就是 你們可以看到 就是像這樣子 先摺出這個樣子 好 可以嗎?OK 好,那接下來呢 摺完這樣之後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我們接下來把它拉開 然後呢,在兩邊呢 各摺一個 邊邊 可以看一下這邊 有,我在帶 再這樣摺一個 正面摺一個 反面摺一個 所以看起來就像一個 一個N字形的樣子 N字形的樣子 OK 你在眨什麼眼睛 你在眨什麼眼睛 好,所以是這樣N字形的 OK OK,所以我們剛剛已經玩了兩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 這樣子 所以 這兩次合起來就是變成這樣子 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 我們前面已經做了兩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 把它摺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已經把兩邊 都往內摺 一邊是往正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往內摺 所以會看起來很像一個N字形的樣子 閃電形的樣子 所以呢,已經完成了這樣的動作 就是可以摺成像這樣子 階梯形的 這樣子 這樣子 OK 好,那接下來就是要做 就是 我們要在這個正方形 因為它是一個一個正方形 我們要給它摺一個對角線的樣子 對角線 這樣子 然後呢 每一個都是同一個方向的對角線 你手擋擋 就是這樣子 好,所以我們就來 我現在這支畫給你們看 那我們來聽聽看 就是,都是往後摺 你這樣摺下去 然後呢 到第二個的時候呢 也是一樣對角線這樣子 然後在下一個也是對角線 這樣子 可以嗎 好,再 在下一個也是 對角線這樣子 再下一個 對角線 都是往後摺 對角線 就是這樣子 再 對折 然後再 進來 然後再 對角線 對角線 所以它最後就是這樣 可以一直這樣 好像螺旋一樣 把它收起來 好,所以最後就是 折起來就是像這樣 對角線 就是對角線 就是這樣 可以嗎 好,那 所以我們最後把它摊開來呢 不要緊 不要緊 所以發現它除了有這個 兩條跟橫的 還有一個斜的對角線 那所以 我們現在只要把它稍微 轉一下 照它的這個 嗯 照這個螺旋的方向 然後轉一下 然後修整一下 就是一個 螺旋的 就是一個螺旋的 就是一個螺旋的 DNA 所以就是這樣子 OK 好,就結束了 好 結束 跟大家說個拜拜吧 拜拜